最近好像整形的風波不斷 今天又有人出來在告整形醫師 歡迎胡瓜女婿李靜良 李醫師 倒了八輩子沒得 不好意思 我心情上有點不太穩定 大家好 我就是被熱烈停業三個月 李靜良 再這樣下去的話 小禎和我可能要去喝西北風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在裡面窮 我和小禎就有堅定的愛情 我是愛他的 什麼事情不能解決 只有用愛 愛 克服一切 謝謝大家 沒關係 反正有錢的岳父也是OK的 差不多四千萬 特別撇光了 好 那我想現在歡迎 是點心麵 也是泡麵的廣告主角 張君雅小妹妹 各位 主婦老婆 阿姨大家好 我是張君雅小妹妹 我已經被這個節目配習慣了 你確定你是小妹妹嗎 是我很小妹妹 我只是長得比較壯碩一點 人家說啊 我媽媽每次都用好吃的給我吃 所以我長得特別高 就好像大樹一樣 好棒喔 那我今天來到這個節目呢 那個廚廚婆婆阿姨都跟我說 什麼有餅乾啊糖果可以吃 但是我之前都被變習慣了 因為她今天叫我來講什麼 有關泡麵的故事 泡麵啊 什麼好故事 都要我想梗 我其實心情很不好 沒有關係啊 沒有梗就沒有梗啊 因為我是小朋友啊 沒有關係 謝謝大家 謝謝 什麼就沒有關係 因為我是小朋友 那你就買個車票去 先回家好了 你還沒有 我媽媽該回來給我啊 是不是 好啦 好啦 我想呢今天討論這個 政客亂搞啊 我們還是造選他 政客亂搞 連小朋友都亂搞 他不願那位小朋友 用幾包零食 就過一個鐘頭吧 你感覺那個小朋友 長得有點像某一個政客 是吧 其實我想這個泡麵泡風啊 提來有助 但是那個泡麵呢 這個他每次旁邊就寫一個 這個圖是參考用的 就像很多的這個樣品屋 蓋得沒那麼美奮呢 但他說這是國外的參考試樣圖 其實蓋出來呢 這真的是 所以你說這種遊戲怎麼去講它呢 我想 前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先生 當然有感而發 買一個100均的房子 區坪灌了35均 那就沒有辦法 台灣的建築法規 規定這樣 大家人民至少照著規定 完全就是官商勾結嘛 是啊 官商勾結 也不曉得是從民進黨 還是國民黨來的 我應該是從國民黨開始 我承認 你看看 胡志強市長真的是 國民黨裡面的 烏鴉 敢建言 但是呢 他永遠是在 中部以南執政 他沒有辦法入主中央 這也是 國民黨造成的後果啊 你剛剛講的 所有泡麵啊 什麼禿頭藥 檢核藥 通通在作假 跟馬英九政府是一樣的啊 我記得 我記得